香港的議員專門搞內地 不搞台灣 誰都擺內地上台 反對派都為了拿選票 每次都有新職勾 他們的十二個是犯法的 犯法被內地扣 犯法要有承擔後果 蔡英文都是為了選舉 而是高調幫香港人 他沒有說過那五個是哪裏 人名為何不可以說呢 如果是為了幫香港人 那五個應該是幫的 不讓他搞都是好的 因為現在一樣都未完 那天又來 我們香港的人就很慘 很多人都沒有事做 每個人都很擔心會染上這些病 不只是香港其他地方都是追責 就已經產生了 將疫情加劇了 就盡量不要追走 現在大前提就是這件事 大家共同的敵人就是疫症 我覺得 你想想你戴口罩 你可否戴兩年 三年 四年 有飯吃才有理想 沒有飯吃才有理想 不要說你是屬於哪邊 你自己想清楚 你是否想香港仍然繼續 那些人沒有事做 那些店舖是否想更差